其實小的時候確實還是會被很多人不看好 教練就會說你是不是不適合打 我當時就覺得不爭饅頭爭口氣 我在二隊的時候,教練有說過 因為我年紀也比較小,確實也打不過別人 教練就會說你是不是不適合打 我當時就覺得不爭饅頭爭口氣 我就迷失自信,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從小就有,後來就奮發圖強吧 我覺得是每一個階段的動力都不一樣 當時在易養的時候不懂 我說實話太小了,不懂 我七八歲的時候問過我的夢想是什麼 絕對我瞎掰的,真的 自從我有一定的認知之後 就是在湖南省守隊的時候 那個時候開始打青年賽了 我知道勝負的這種感覺了 那時候我就特別想要一件印國旗 印廣告,印背後有拼衣 假一番名字的衣服 那個是我的動力 我說我一定要上國家隊 這個是我第一次有把羽毛球水平 更往上提高一個層次的這個思想 到了國家隊之後 那你的氛圍就不一樣了 你的教練給你灌輸的東西 那就不僅僅是你的夢想 是要為國爭光 更加的有集體榮譽感 更加有責任心 更加有擔當 所以我就說來到國旗 對每個教練對於我來說 都是我塑造我這種堅韌的性格 和這種開闊的思想的這種人格 並齊心 然不 Mario 我們就醜了 咱gression 我們努力 acion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